大家好,我是中华大学余真武教授 第一大N7被审资料前三页不是重点 第一个常犯的错误是前三页不是重点 这个原因是注意,每个教授其实非常的忙碌 他会花在被审资料的时间其实非常短 那如果你把你的亮点,最想让教授看到的亮点 都尽量在前三页里面简单的介绍出来 这样教授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你所有的亮点 第二大N7排版不整齐格式超级乱 其次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排版不整齐格式混乱 这个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你这个人并没有站在教授面前 而且对教授来讲,每个同学都是陌生的同学 他看到的只有被审资料 因此常常教授会从这边被审资料的格式里面去判断 去推测这个同学的个人的特质 如果你的格式混乱 我们常常会认为这个同学是不谨慎的 甚至是不努力的、不聪明的 所以尽量要避免这样的错误 第三大NG照片太少没根文字好好搭配 看被审资料的时候常常是一大堆 那我们看久了眼睛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这时候适当的照片常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 他会觉得非常的赏心悦目 所以在被审资料的时候 尽可能在文字附近再搭配一些照片 那那个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 第四大NG字体行剧太小阅读都困难 大家知道教授其实非常忙碌 而且有些教授像于老师一样 年纪大了、老花眼了 所以小心那些排版 字句、兼句都要非常清爽才可以 第五大NG被审资料出现其他学校学系名称 这个错误常常发生 我们常常发现 他明明要推中华大学 最后就写的是说很高兴 希望有机会可以进入中原大学 千万要避免犯这样的错误 教授知道大家都非常辛苦 一个档案要重复的更正 然后送给好几个学校 但是记得在上传给学校之前 要把名字对一下 第六大NG抢当神抄手复制 或抄其他人内容 但这个错误的常常是同班同学 因为你们可能是好朋友 使用共同的版本 但是以一个审查教授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会感觉非常非常不舒服 我们会觉得 好像你们互相抄袭对方 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千万要避免这种状况 所以其实所有的被审资料 最好是轻力轻微 自己把自己的特色凸显出来 一旦发现有抄袭的状况 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差的 这是这个人的感受 是非常非常联系的